再来关心喜欢看歌剧的观众朋友有福了 民估98年底动工为在台中七旗种化区的台中大都会歌剧院 今天上午举行了上凉典礼 也正式向外界宣告主体工程估计在今年11月完成 来自日本的设计师伊东李雄说 他很感谢台湾能够给他机会 来设计这座经由特殊的曲强工法 整体结构独特的歌剧院 台中市长胡绪强也说 等到6月完成外部工程之后 就可以开始申办金马奖 不会有违法的问题 不过未来歌剧院落成之后 将更名为台中国家歌剧院 隶属于中央 这恐怕在地方议会上仍有杂音需要克服